自从芈月传的剧情播出姐妹俩到了秦国之后 由马苏所饰演的魏夫人就成了芈姝姐妹俩最大的敌人 实际马苏的观众朋友会了解到 在她的演艺生涯中还真没有哪个角色像魏夫人这样坏得如此彻底 所以马苏在出演这个角色时 她自己也是非常的苦恼 你只是个硬士陪嫁 无名无分 怎么如此正般放肆 芈月说的话就是我的意思 魏夫人是要以我论名分吗 臣妾不敢 冷嘲热讽画里藏刀 这就是魏夫人的角色设定 芈月姐妹在秦国的这段时间里 最大的威胁也是来自于魏夫人 当初在洽谈这个角色时 马苏也曾经对这个角色的性格产生过质疑 看完剧本之后 她好多事做得特别不可理喻 就你没法理解她 我作为她的扮演者 我都会觉得怎么 她能干出这样的事 她傻不傻 因此马苏当时在接下这个角色时 公司也曾建议她放弃算了 但最后由于郑小龙的名号实在过于响亮 马苏还是接下了这个角色 但谁知道这才是噩梦真正开始的时候 特别轻信自己 我觉得我可以我没有问题 台词我永远是拿到我就可以张嘴就说 我不用背台词 这个剧本我拿到之后我当时就傻眼了 我背了一天多 我当时那天晚上我就不想演了 因为我背了整整一天之后 到了晚上我一个字都记不住 第二天的时候就一直在冒冷汗 一直在冒冷汗 然后一说错了就觉得特别对不起孙丽 好在马苏第一次进组拍摄的时间只有三天 离开之后她就全心铺在了背台词上 等再来时她的状况改善不少 然而这还不是让她最崩溃的 为了凸显魏夫人的年龄跨度感 导演郑小龙在拍摄时还要求马苏半老 什么法令文啊语尾文啊一样都不能少 而且导演还要一直给我化老妆 我应该找一个就是年龄相仿的吧 但是导演说因为这个魏夫人 她能够在这个后宫当中 就是能够就是压住所有的人 就是因为她确实还是有她的美色 就你这个你在这个秦国里 你还是得有个老大吧 你好歹你得有个头牌吧 我就是那个头牌 配中角色阴险独辣 但生活中的马苏却有些大条 这一点光从一句爱你的录制 就能窥探压了 大家好我是马苏 我现在在上海 正在宣传我的新戏 甄嬛传 我养了谁 我就怎么被你带狗里的 新战在线上海采访不到